134 文匯報 上海出台自貿區執監改革舉措 2015年7月14日財經專題B04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胡偉燦上海報導 上海市昨日出台2015年自貿區執監工作改革12條舉措 當中包括深化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改革 建立完善質量信用體系 建立電子商務產品質量追溯制度等 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自貿區分局在自貿區綜合保稅區內先行先試 普通新區市場監管局負責複製推廣到自貿區其他片區 根據相關文件 此次的改革舉措首先聚焦轉變政府職能 將取消部分產品工業產品許可證審批 視點負面清單制度 並開放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檢驗門檻 同時取消部分換證企業實地檢查環節 將讓符合條件的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承擔國家和上海 兩地方政府的產品質量風險檢測和監督抽查 並將檢驗檢測機構之質認定告知承諾制的使用區域進一步擴大 推動建立以計量認證為基礎的檢驗檢測機構之質認證制度 改革定量包裝商品生產企業計量包裝能力評價工作 同時上海將加強市中市後監管 創新建立分類監管制度 建立完善質量信用體系 加快電梯安全監管創新 並建立電子商務產品質量追溯制度 那麼低收差汁 tub部 miseric Cada 車